曾經的吉塔州州務大使代表 楊文光行政議員 曾經的吉利州州務大使代表 馬桓盛行政議員 各位曾經的國中議員 各位曾經的總理事 林玉女士 女士們 先生們 朋友們 今晚我們歡喜一堂 熱烈幸福 中華人和共和國成立68周年 我請代表中國駐宵城總理事館 對各位來賓表示熱烈的歡迎 像在北海地區工作 學習和生活的華人大橋同路 中資機構代表及中國留學生 至於誠摯的介入後 68年來 中國取得了舉世主乎的偉大成就 特別是改革開放39年來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員 成功開避了中國特色社會古道 開啟了國家發展的新徵程 當前 中國已越前實現第二大經濟 最大貨物貿易國 第二大貨物貿易國 第二大貨物貿易國 直接投資國 七億多人百多貧困 十三億中國人民 實現了從站起來到負起來 搶起來的偉大飛越 今年相反年 中國經濟增長6.9% 新增就業人口735萬 再過二十年 我們將起因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召開 展望未來 我們滿懷信心 中國將繼續以新的發展領域引領經濟發展的新常態 主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周立提供風景色改革 非用經濟更加有效能 更有質量 更加公平 可持續地發展 在當前 世界發展 充滿不確定性的背景下 中國一直在努力為全球的經濟發展 開出中國要方 今年五月 中國成功舉辦一代一名國際合作 高峰談 與惠各方本正共商 共建 共享這樣的精神 在附近 政策溝通 浙資聯通 貿易上通 資金融通 民進相通等各個方面 取得了工作的成功 努力打造 合作治理的新理念 合作的新平台發展的新努力 九月 金磚國家領導人 第九次會晤 在廈門成功的進行 五國重申開放跑步 合作共鳴的金磚建築 為金磚合作的未來 揮花了難題 也為世界合體與發展 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女士們 先生們 中馬兩國關係 繼續保持著良好的發展生活 全方會的故事合作順利推進 自中國駐冰城總理事館開關以來 中國與北馬一期的友好交往 也是快車道 各類的交流合作 變得更成 二零六年 中國首次成為冰城州外籍投資的防守 今年四月 海南城三亞市和冰城州冰島市地間友好合作關係 也開啟了兩座城市交往的新建築 五月 中國海軍艦船編隊 歷史性的首次訪問的冰城 彰顯出中馬兩國 正式不幸和軍事交流的最新生活 六月 金磚合作簽證申請的服務中心 冰城辦公室正式開業 為北馬一期的朋友們 前往中國 提供優質的辯解 而週二 就在朝天 中國駐冰城總領事館 冰城州政府和中國城市聯合舉辦首屆中國文化劇 為北馬英國打造了一場市民和美式的中華文化盛宴 有力地促進了中馬人文交流與民心相同 我相信 今後中國和北馬一起友好交流的好消息會越來越多 合作成功 越來越豐碩 現在 我一意共同舉杯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8周年 為中國和馬來西亞兩國原始的健康 為中國維滿四周美好交流和合作事業的美好環境 也為了各位朋友們的健康和幸福 最高財計都市民恐多獨 和中國圙六世紀 在河南西亞兩國戦 在河南西亞晋興地 這個選擇 任由勞優質的招 없다 在河南西亞晋興地 加油 营丽菈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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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se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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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中国的投资会有一天 我相信超越来自美国公司的投资 我再次祝贺 大家能够今晚 也会到中国和马来西亚的 搬交庆祝六十周年搬交的合级 而且我相信在这个平台 马来西亚跟民众和中国能够加强 不是单案商业 但是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再次庆祝中国六十八周年国庆日 祝中国也能够加强联系 同时也能够建筑 坚持坚持坚持向来的发展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